全面性的來翻新簡訊 我再繼續看 有人就是給你就是給你他要的 各位大家好 9月份預計要出來新的ipad 那你手上如果有舊款的ipad怎么办 這款是2016的lightning的ipad lightning接口 這款是2018的usbc ipad 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ipad的廢物利用 ipad有個特點就是说他的螢幕是非常的大 那我今天的想法就是說 與其要你拿去丟掉 還不如把ipad當成是一臺電視螢幕 那一定有人說 這什么男的 我只要買一條這個lightning的 hdmi的線接進來 然后呢我將我的那個什么 第四臺把畫面接進去 ipad就可以當螢幕啊 當然不是這樣啊 你這時候就分不清楚了嗎 這個這個線是輸出的 輸出到電視螢幕的 比如說我現在接到這種電視之後 然後接到這個電視 電視就會產生畫面了 你看是這樣子的意思 這樣子這是輸出的輸出到電視 那我今天講的不是這樣呢 我現在講的是說這個ipad 他的角色就跟電視一樣 他是要輸 輸入進來的 就是哎呀講個白話一點是嘴巴跟 大便是不一樣的地方嗎 嘴巴是吃進去的大便是吐出來的嗎 不一樣啊 所以要怎么做到呢 好很簡單 我用一個方法就是用一個 iOS直播專用截取卡 這個 這會要怎么使用呢 首先啊將你的電源插上去 這邊有個電源是 那個micro usb 5伏特電源插上去 然後這邊一個 usb的接口插 usb的線 然後連接到這個 lightning 轉 usb 3的轉換器連接進來 那把剛才那條錯誤的線 把它丟到旁邊去 然後接進來 啊這時候你要讓他ipad也要邊使用邊充電 你可以讓他充電 才不會用到一半沒電 這樣這時候你ipad就可以當螢幕了 這是我們打開app media leak live 你會看到藍色畫面嗎 大時候你看到藍色畫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接你的視訊來源 比如說我現在當電腦的 延伸螢幕我就把電腦的 hdmi 拉出來 然後連接到這個截取卡上面去 你看我現在就變成延伸螢幕了 我把這個畫面丟到旁邊去 沒有看到畫面丟過來了有沒有 可以成為你的手機的延伸螢幕 我把它接進來 啊這邊有 hdmi 輸出 那我把這個電腦的 hdmi 把他接過來就可以了 你看他再把他接進來 你看 是不是 ipad 就可以當成是你的手機的一個螢幕了 哦也是還蠻有意思的 那當然有聲音有影像啊播給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手機上面的影片就傳到這個 ipad 上面去了 這是任天堂的遊戲機嗎 那他的 hdmi 可以把他拉出來 然後我可以接到這個 ipad 上面 你看 ipad 就可以顯示這個任天堂畫面 你就可以在這個 ipad 上面玩這個任天堂的遊戲了 這個是攝影機 你把 hdmi 拉出來 然後呢接到這個擷取卡 哦 這樣子 這時候的應用的話就除了當螢幕之外 你還可以在這個 ipad 上面做直播 沒有問題的 這邊可以做直播 你就可以選擇臉書直播 好我選擇臉書的 粉專在這邊 按開始 這樣就是開始直播了 按直播出去了 當然啊你可以連接家里的 有線電視 那你就可以用 ipad 來看家里的有線電視 這個有線電視還可以做錄影啊 這上面可以錄影這邊 這邊有個錄影的功能 按下去就可以錄影了好 那你是研發的工程師 你也可以拿那個素媒派 來使用 就是素媒派 就是 ipad 當成這個素媒派的 延伸螢幕 大概是這樣吧 反正呢你只要想到說什麼設備可以接到 那個電視 啊你這個ipad就是 其實就是一臺小電視可以使用的 剛剛講的是lightning的ipad 那如果是 usb-c 版本的這個 ipad pro那怎么用 有兩種方法 這個頭嘛 這叫lightning to usb-3相機轉彎器 其實就相當于這個iOS的otg的線 那i usb-c的話 他已經不綁這個頭了 這個他就用這個 就跟安卓一樣 就用usb-c otg的線就可以使用了 或者是啊你要邊使用邊充電 我建議你也可以買這個 apple的原廠的usb-c的hub 這個是比較好的這個真的可以邊使用邊充電 而且穩定度會比較高 那不想邊使用邊充電 你可以用usb-c的otg cable也可以用 你要接到usb-c的ipad就把這個頭給換掉 換成這個otg的線就可以了 接上去 然后再打開那個app media link live 畫面就到了這個攝影機上面去了 一樣是可以做錄影啊或者是直播都沒有問題 同理可證啊 你這個是安卓的 手機嗎 你就把安卓的畫面 把它投影到這上面也可以 畫面就投影到你的這個ipad上面去了 他就會當成你的螢幕了 來播個youtube 繼續看這一段 一樣的道理 這個也可以當筆記電腦的延伸螢幕啊 接進來就好了 hdmi 接進來就可以了 接進來他就有畫面了 他就延伸螢幕了 我把這個畫面就延伸過來了 當然啦你也可以讓你的ipad 連接什么安卓電視盒 比如說安博嘛安博電視盒子 你就讓你ipad當成是一個 安博電視盒的一個一個螢幕來使用 反正很多應用啊 你想得到的原本要接電視螢幕 hdi 的電視螢幕 現在你的ipad就是成為 那個電視螢幕的一個代替啊 2022年的9月要出新的ipad 你的舊款ipad真的不要丟掉 也不要賣掉 其實啊你可以當成一個 小小的一個很可愛的 一個秀珍的電視螢幕使用 非常有用 還可以錄影還可以做直播 你的電視可以做直播嗎 你的電視可以做錄影嗎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簡單的連接之後 就可以錄影或直播 當成電視螢幕觀看 好以上謝謝大家